繼續來看的一樣也是市民很歡樂的一件事 這是受到大陸的政策令的影響 第四到大陸的高官兼做很多的演費 在兩大集班的消路也因此受到的影響 第四介紹對上官市只有一斤270元 包括現在一斤180元 市民連用地的身份都不夠 所以跟議員政府現在是這件在輔助市民 驚向網路行銷和自從拼白 來認行趴向台灣的市場 到270元 後來大陸押市 行銷漏到200元 今年經拼到一斤180元 我們兩大集班 前幾年來說 一大金是270-280左右 今年差不多六個 那時候有比較多 那時候兩大集班 差不多280元 一大金差不多280元 最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那裡有禁設令 所以我們的五小市有比較多 因為中國禁設令的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 中國本土的養殖者數量也增加 所以外銷訂單銳減 我們嘉義縣的有幾戶農輪師班 在嘉義縣政府的輔導之下 也朝向自己的品牌化來操作 尤其像調動輪切的部分 也發展成禮盒 然後希望走入我們一般的內銷市場 中國禁設令對中大集班的衝擊相當大 再加上含有一波一波 農民擔心集班當時 孫質更大 急在炮燒 才造成今年介紹下樓 提名說 一斤養殖成本就要200元 賣180元是兩本 不過對民眾來說 就是唱班他的好時期 先新聞傳來成當酒香 蔡鳳報道